哈哈哈哈,让我先笑笑,最近,看到一些育儿交流群里,有人说夏天那么热,你给小宝宝穿纸尿裤,会把它的小鸡鸡异坏的,我竟然还有这样的事,原谅我真的不知道,按照他们的原话就是,天气越来越热了,越南宝宝穿纸尿裤,会导致局部温度过高,会降低影子的活力,会影响以后的生育功能。 好,那我弱弱的问句,局部温度过高,那到底是有多高啊?正常来说,人体的尿液温度最高,不过就是和请问一样,难道指尿裤还有加热的功能,才会导致局部温度过高?你确定你家宝宝穿的是指尿裤而不是卵宝宝?科学的真相是因此是青春期才出现的。 根据医学理论,阴毛可以调节温度,当环境温度高时放松向下,并分泌汗液降温,当环境温度逼时向上齐,减少和护腔的距离而升高温度,从而维持阴毛内部温度在35度左右,而因此是在男性青春期,性激素分泌旺盛之后才出现的。 另外,男宝宝阴晶发育时期有两个,妊娠期和青春期,出生到青春期前,七岁前,阴晶发育非常缓慢,受下秋脑垂体发育慢影响的。 青春期后,垂体和高氨激素分泌旺盛,阴晶迅速增长,逐渐到成人水平。 也就是说,男宝宝的阴晶发育全靠体内的激素,跟环境温度和纸尿库的包裹限制关系不大,上述妈妈们担心的纸尿库会捂坏小鸡鸡,较低精子活力的可以放心了。 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纸尿库影响生殖发育,纸尿库在20世纪就发明并且使用了,几十年来,世纪都没有谁说用了纸尿库而影响到生殖发育的。 而在外国,使用纸尿库的宝宝比比皆是,也同样没有这样的案例,说明纸尿库对生殖发育有影响,纸尿库的作用是吸湿加透气。 许多妈妈认为,夏天宝宝出汗多,而纸尿库透气性差,长时间被纸尿库捂着,植物温度会高,还会引起尿不整。 这种想法完全是错误的,纸尿库看上去很厚,但并不是一个密封的环境,而且纸尿库最大的作用是吸水,而不是防水。 所以在设计的时候,就要求底层的无纺布,能尽快地将纸尿库内部的湿气和气味散发出去。 好的纸尿库可以如同呼吸般快速地排除纸尿库内闷热的湿气,可以保证宝宝小屁屁的干爽。 所以说穿纸尿库会导致局部温度升高的说法是不存在的。 还有,纸尿库可以吸收尿点,同样也可以吸汗。 夏天,妈妈们选择薄一些的纸尿库,并注意给宝宝勤换纸尿库和做好屁股的护理。 穿纸尿库反而是有利于保护宝宝小屁屁的干爽的,尤其是抱着宝宝的时候。 宝宝的小屁屁长时间与大人的皮肤直接接触,反而不利于宝宝汉烈的蒸发和排除。 穿上纸尿库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呢。 说关于尿不诊问题,其实纸尿库本身并不是引起尿不诊的罪魁护手。 真正关键的是,能不能做到正确使用纸尿库和正确的护理,要防止宝宝冲尿不诊。 妈妈们就必须给宝宝请换纸尿库,二到三小时一次。 如果拉了甜甜,要及时清洁更换纸尿库,每次换纸尿库前,最好用温水冲洗一下,再涂上护吞的产品。 最后,附上调选着尿库的方法,一吸收性好,吸收患,可以减少尿液与皮肤基础的时间。 自然减少了宝宝化尿不诊的概率,吸收多,可以减少更换频率,少打扰睡眠中的宝宝。 二,干爽不回肾,要调选干爽而不回肾的。 这样,可让睡觉中的宝宝不费湿湿的尿库,弄得无法睡安稳,也减少了快尿不诊的机会。 三,房路设计,选择最有房路设计的直尿库,这样能防止宝宝的排线物渗出,同时注意腿部防漏护围,是否抬紧而令宝宝不舒服。 四,质感柔软,宝宝的皮肤浇难,如果这尿库不够柔软,容易与宝宝的皮肤发生磨擦,引起小屁屁变红,甚至被磨破,所以质感也是选择的重要方面。 五,轻拨透气,宝宝排泄不规律,这让新手父母们难以掌握,所以在挑选这尿库的时候,还要注意选择透气性好的轻拨型指尿库,六,裁剪和身。 每个宝宝体型都是不同的,应选择符合宝宝自身的裁剪设计,如优形贴身设计,钻型音语学堂,让你度过快乐运期。 教你如何科学于二,美之美,用先打造守护宝宝健康的纸尿库,成长库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